军事迷曝光了一段9月17号当天共机广播的片段 当时对岸侵扰我防空识别区 中共军机疑似跟我方战机监控距离太近 两度向我方广播立即远离 而今天是中秋连家的第二天 中共凌晨还有下午也两度派机侵扰我空日 这也是连续第七天扰台 这段声音来自9月17号汉光演习最后一天 航空迷最新曝光 当天对岸战机广播要我国空军立刻远离 回应的就是这个 广播区里罕见出现这般字眼 看来也因为这样让对岸动眉雕 双方空中互呛 但光是那一天 共军就派了十架次侵扰我空域 甚至还出没东南空域 19号清晨 中共再度派了两架次歼16机 以及一架运8反潜机 根据军事迷记录广播 清洗时间约在凌晨12点半左右 傍晚又增加一架运8反潜机 同一天就两次侵扰 也是共军连续第七天扰台 看来对岸对我方的调性 没打算减换 TVB新闻程序离婷台北采访报导 接下来还要来看到是 中国大陆现在从明天开始 是停止输入了我们世家还有联屋 而大陆海关声称 是因为有戒壳虫的关系 而对此农委会主委陈其中表示 没有办法接受片面的方式暂停输入 将会向WTO来申诉 不过在之前 其实大陆就有通知我们过两次 世家还有联屋有戒壳虫的问题 这一颗台湾的凤梨世家 要人民币25块 又和台币100多块 但个头很小 因为跟联屋一样 现在都还不是传奇 因此北京最大批发市场 联屋世家的数量都非常少 不仅少 接下来在大陆都吃不到 中国海关19号 透过官网 指出台湾的世家和联屋 被验出有戒壳虫 从20号开始不得销往大陆 突如其来的禁令 还登上微博热搜 一转念的时候想想说 跟今年的凤梨 是到2月26号才接到通知 那个时候离产记 已经即将要开始出货了 相较于上一回 台商认为这一次离世家联屋的产记 还有一段时间 政府应该有时间因应 農委会主委陈吉仲 则态度强硬 直接到WTO 用台湾市会员国的方式 我们会提出我们的控诉 摊开数字看一看 去年台湾销往大陆的联屋 达4792公顿 占总外销比重达97% 其余3%才是东南亚国家 而世家则是13588公顿 占比达95% 如今都因陆方宣布 验出戒壳虫 通通不再从台湾进口 陈吉仲表示109年 曾接获陆方通知 指出20件世家不合格 接着就是在今年的6月 但6月28以后就没再接获通知 但在接获陆方两次的告知后 我方是否有做出因应 陈吉仲并未多做说明 是否迟迟接不到我方反应 干脆断了销路 但在两岸双边 人没有直接沟通管道下 简易问题恐将意志难解 天日期新闻 严配于陈英文 玲瓏士黄冠伟 北京台北采访报道 而大陆禁止我方的世家 和联屋输入 这个讯息大陆宣布的时候 总统还有副总统 都还在庆中秋发柚子文 下午府院都是静悄悄的 只有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出面开记者会说明 就被蓝银痛皮 掌握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专心柚子作画 总统蔡英文庆中秋 应景柚子校画猫狗 问大家中秋怎么过 副总统赖清德更高纲 只要准备简单的材料 就能够跟我一起来做哦 给西船后细细雕刻 亲自教大家做柚子灯笼 一片欢庆佳节气氛 但这时大陆明明已经宣布 暂停输入我国世家和联屋 直到下午 副院似乎都还紧悄悄 只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面回忆 外交部长吴钊燮 则是随后发推特 批大陆把贸易当武器 违反国贸规范 还想加入高标准的CPTPP 是笑话吗 而绿营在地立委呢 像是屏东张瑞雄 批大陆政治打压 只会让自己变闹剧 周春敏则说 陆方故技重施 我国要加强多元市场 台东刘兆豪则喊话挺浓 都是等到中午过后 脸书才开始有动作 尤其现在民进党政府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想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赶快出来捍卫 不过最了解主要是因为 联乌汉市家九层自销 仅一层出口 因此服务评估 加强收购就能解决 影响没这么大 才会避免制造恐慌 但大陆这动作是否也在警告 他当然会把它当作一个说 是要做人情呢 还是公事公办 好所以这一两年来 跟中国关系就是 稀有条嘛 然后他中国觉得说 蔡英文政府在搞他 学者多半认为农产品 不算我国主要经济来源 因此顶多只能说 两岸关系没遗忘好 才会明算账 而就在宣布禁止出口时 军事迷发现 同一天凌晨12点半左右 运巴跟歼16 侵扰我国西南空域 对岸的各式出手没停过 TVB社华少平 李作恒台北报道 国民党18号在脸书 公开最新的政党支持度民调 而其中国民党支持度 来到了21.7% 是最高的 比民进党略高了0.9个百分点 国民党超越民进党的关键是什么呢 进一步交给资深记者邱婉柔来分析 那么过去在台湾的政党支持度 往往都是民进党高于国民党 不过国民党说 现在他们翻转已经超越民进党了 他们在脸书上面公布的最新民调说 国民党现在他们的政党支持度 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那民进党只有百分之二十点八 等于他们高了民进党零点九个百分点 那再来看民众党跟时代力量 他们的差距也是蛮大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国民党的党务人士就说代表 他们的落实改革强力监督 已经逐渐得到国人的肯定 另外他们自己也分析说 还有就是蔡政府的施政 已经让人民相当的不满 相当的厌倦 像是这个限缩新闻自由 清算一己 证据仇佣 以及社委法钳制言论 跟高端疫苗争议 都是人民不满蔡政府的原因 而国民党主席选举倒数 今天政见会在台中举办 候选人火力全开 朱立伦跟张亚中 聚焦在武统议题攻防 而现任主席江启臣 则是跳出来痛批 互斗看得很腻 还骂这两个人 一个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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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们凭什么要能够带领国民党 都还没入场 就先大骂对手朱立伦跟张亚中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火力全开 但对手也不是省油的灯 张教授过去这几十年来是非常著名的统派学者 他也被尊称为这个统派的理论大师 我们的党主席的候选人竟然会丢一个血滴子 给我们的其他候选人说 你是红统 你是武统 而拿不出任何证据 请问一下这不就是民进党的作为吗 老实讲 你们这样子的互斗我们也看腻的 快被边缘化的江启臣抓紧机会反攻抢议题 下个月迪迦要登场的罢免 欢迎胜 我跟你说 我不会让你孤军奉战 如果我当选 马上进驻台中 让陈柏惟被罢免 是代表一个起点 台北马上就是罢场 刷夺回台中 抢攻台北给民进党一点颜色巧巧 这下有人就要帮自己的地盘讲话了 如果让竹竹合并升格 我们彰化一定会来抗议好不好 要升格应该让彰化先升格 2022年明年 我们必须以中章头为基底 向外扩散 确保15席以上的县市长 这是我连任的承诺 再半下台当赌注 要党员再给他四年的时间 以往只能在总统选战 才看得到的议题攻守 国民党主席选举 现在一一呈现 TVB新闻 吕正宠伟家琪 崔中曲台中报道 而现在有一份泛蓝民调出炉了 就指出朱立伦是领先的 不过张亚中紧追在后 而这似乎也让来内部有了危机感 现在县市首长纷纷站出来 力挺朱立伦 是不是因为张亚中的关系 造成了骨牌效应呢 再交给婉容 不到一个礼拜 就是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了 原本外界预期是珠江之争 不过现在民调看起来 不是这个样子 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出 朱立伦稳坐第一名是45.9% 第二名是张亚中 他有18.3% 那张启成的目前已经调到第三名 只有14.1% 那最后一名呢 就是前彰化县长卓博元龙 那么现在也因为这张亚中的民调呢 紧追在朱立伦后面 再加上他的网络声量算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现在党内恐慌也掀起了骨牌效应 昨天晚间开始呢 已经陆陆续续有首长或者是立委表态是挺朱立伦的 于林县长张立善呢就开了第一枪 今天中午呢也有南投县长林明哲 以及台东县长饶庆林 他们就分析说呢 党内其实是恐惧张亚中当选的 所以呢快速集结要来提倡弃江宝珠 因为我们知道呢整个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打下来呢 这个弃宝牌抹黑牌恐吓牌群欧牌呢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人在出招 所以现在防张亚中的骨牌效应呢 大家决定呢要来一起挺朱立伦的 那么至于这两位首长呢 也就是侯友宜跟鲁壽燕呢 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侯友宜今天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回应 他直接交给了副发言人来回答 只说呢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人呢 他都会支持到选择中立的态度 至于鲁瑟燕呢 他虽然自己没有表态 但是江启臣呢 却在脸书上面po出一张 他跟鲁瑟燕的合照 意思就是说鲁瑟燕似乎是站在江启臣这边 一看到陈情人跪下来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朱立伦下一秒 跟着跪下来 想把陈情人给扶起来 但这个动作不免让人嗓到 前一天张亚中才说 就算用跪的也要把高雄最强候选人给跪出来 难道朱立伦就先身体力行回击了吗 因为他跟张亚中的战火越演越烈 我是国民党的主流派 强调自己才是国民党的主流 难道是因为两人在党内的民调很近 不止朱立伦担心 就连盟友也很着急 国民党立委林维舟率先开出第一枪 在脸书声援 喊出我挺朱立伦 云林县长张立善也跟进表态 成了蓝营地方首长第一人 随后南投县长林明珍 台东县长饶庆林都加一力挺 那朱立伦昔日复首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是不是也会跟进 市府团队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以服务市民为最优先的考量 明明侯友宜人就在记者会现场 却让副发言人跳出来自己答 随着党内挺住的人越来越多 江启臣也不甘示弱 PO出他跟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合照 暗示他隶属江启臣站队 卢秀燕幕僚私下也没否认 党内现在似乎已经开始选边站了 选江启臣最能团结 不用分裂 不用担心亡党 也不用担心退党 也不用担心被贴标签 更不用烦恼换柱重演 张立善女士 他如果能够完全的了解我的主张以后 我相信他一定会认为说 张亚中其实是最符合云林县的利益 要党员选我才是政界 当初选前还要大团结的国民党 随着选举逼近 似乎都忘了 打的都是嘎地狼 TVB新闻李振臣 韦佳琪崔宗群 台中采访报道 海外看到民进党这边 新竹市长林志坚 他抛出新竹县市合并 升格成为台湾第七都的议题之后 被认为是带动了民进党整体的气势 而且有明显的反转 新竹县市合并推动几乎是一成定局 就看未来国民党如何接招 更进一步的分析 再交给资深记者邱婉柔 好我们知道新竹市长林志坚 日前抛出这新竹县跟新竹市 可以合并升格成为第七都 在政坛引发一波渲染大波 不过现在竹竹到底 有没有可能合并成为第七都呢 其实现在根据绿党所做的最新民调 有超过五成的县市民意是支持的 然后再来就是民进党内 服务院意见已经见趋一致 不过现在有期见的就是有阴系的人认为说 如果除了竹竹合并成为第七都之外的 那彰化跟南投是不是也要一起合并呢 或者是云加灾也就是云林加益市 以及加益县也能一并升格 不过最了解呢 其实现在服务院的态度是希望说 竹竹合并这件事情会比较单纯一点 另外也有人说林志坚这一招 其实是为自己和民进党的2022解套 因为林志坚他再来他的任期已经届满 不能再损了 那现在他也说他不会去参选桃园市长 那这政治新兴未来的出路 恐怕就只有继续留在新竹来选择第七都的首长 那除此之外呢 民进党现在呢台北市人选要推谁呢 陈时中呼声还是蛮高的 另外新北市呢 这个林家龙也就前交通部长 也有人点名 那么桃园市呢 立委郑英鹏可能会转换跑道 基隆市呢是还有立委蔡适应 所以呢党内的人私下就说呢 北台湾的选情呢 原本是对民进党不利的 不过现在如果林志坚确定可以选第七都 竹竹合并的话 这个队形整齐北台湾还有机会战略翻转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